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登场的 摩托罗拉H-S30的开箱上手体验视频 首先包装设计方面非常的简约 采用了这种纯白色的配色 正面也有硕大的摩托罗拉Logo 以及下方的产品标识摩托罗拉H-S30 5G 至于侧面联想Logo 以及背面的相关厂商信息 和下方的相关亮点信息 而底部则是产品规格信息 本次我拿到的为 魅影黑配色8GB加128GB版本 下面就来开箱看看内部吧 取下保护膜 取下保护膜 我取下保护膜 生命黑芽 有点小便 剩下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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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mos剩下保护膜 我们下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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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保护膜 下面就来开箱 包装呢还是比较紧的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主角 摩托拉拉H-S30 先把它放到一旁看看下面都有什么 快速指南以及三包凭证 还有呢取卡针 电源适配器 支持33瓦的快充 整体上呢还是比较小巧 电源数据线 质感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呢就是摩托拉拉H-S30手机 取下保护膜 比较有趣的是呢 这款手机 副送的手机壳直接就位于这款手机的上面 先把手机壳取下来 先看一下机身背面 闷影黑配色 整体上呢还是非常的漂亮 这款手机呢 给我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 非常的贴合手掌 握持感呢相当的不错 整体机身尺寸呢厚度为8.8毫米 可以看一下 格异于曲面的机背设计 视觉光感上呢还是比较鲜薄的 最重量呢为202克 可以看一下机背细节设计方面 镜头组与机背呢 采用了一体式设计 同时呢还采用了这种 键销式波浪设计 可以看一下镜头组部分 很具有立体感 至于机身细节设计方面呢 顶部仅有一个麦克风开孔 而机身左侧呢 一颗支持自定义的快捷键 例如扫码 一键亮度健康码等等 右侧呢一体式音量控制键 下方呢指纹电源二合一按键 而底部呢扬声器开孔 麦克风开孔 以及Type-C接口 还有SIM卡槽 机身正面设计方面呢 摩托拉H-S30搭载了一块 6.8英寸的LCD材质显示屏 这也是当下为数不多的 旗舰机所搭载LCD屏幕的 另外呢分辨率为1080P级别 最高支持144Hz的超高刷新率 并且具备最高576Hz的触控采样率 在游戏方面也是非常跟手的 同样呢还支持HDR10以及全程全场景DC特光 并且还具备低蓝光SGS的护眼认证 整体上呢这块屏幕的实力也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呢前指镜头位于屏幕的领部中心位置 可以看一下开孔呢还是比较小的 为1600万像素 同样支持多样的美颜自拍等等 而机背后纸镜头组呢 搭载了超大底的1.52英寸分之一的 以翼像素主镜头 以及1300万像素的超光效镜头 还有200万像素的景深镜头 整体上呢三颗镜头实力表现呢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拍照所需 并且呢主镜头在暗光环境下呢 还支持9合1的像素融合技术 可以形成2.1微米的超大像素 在夜间或者暗光环境下呢 也是会带来不错的成像效果 下面呢就来开机进入下系统 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好了 已经进入到系统界面了 可以看到这款手机的屏占比呢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呢采用了LCD屏幕 但是底部的边框控制 还是比较窄的 同时呢 屏幕表层还出厂贴有保护膜 配送原厂服装的清水壳呢 也起到了开箱机用的便利 体验一下系统 整体跟手度呢都是非常的不错 一键触达功能 可以设置 例如高德地图的一键出行 支付宝健康码 微信扫一扫 录音机 录屏 以及其他的应用程序 非常的方便 下面呢 再来体验一下这款手机的 胭脂表现 因为这款手机 还支持 杜比全景声 以及增加了 高通最新的蓝牙音频 共享技术 打开播放器 开启到最大烟量体验一下 整体胭脂表现呢 还是非常出色的 比较震撼 至于在系统的其他 个性化功能呢 Motorola Edge S30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比如之前说到的 一键触达功能 点击 可以进入到 录音 或者是其他 自定义设计的程序中 另外呢 还支持 台湾亮屏 配合着人脸解锁 可以呢 轻松的进入到系统 同时呢 遥控手机 可以开启闪光灯的能量 开放 关闭 例如在 晚上下班寄楼道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呼吻环境下呢 可以快速的开启 闪光灯的手电筒功能 同时呢 还支持快速的进入到相机功能 翻转 就可以进入到相机 整体体验呢 也是非常的便捷 至于指纹识别速度呢 也是非常快 体验一下 特别的灵敏 毕竟现在很多的消费者 在购入新手机之后呢 都会给手机贴上钢化膜 很多的屏幕指纹识别手机 在贴上钢化膜之后呢 屏幕指纹的识别效果 将会大大的降低 而侧边指纹呢 无论是人体工程学的 按键设计 以及位置方面呢 在操控体验上呢 都是非常的方便 另外关于这款手机的 相关硬件配置方面呢 也是旗舰级水准 摩托罗拉HS30 搭载了也是当下比较顶级的 高通骁龙888PLUS处理器 并且呢 配备了 Turbo LPDDR5内存 以及Turbo SUFS3.1存储 性能铁三角呢 也是妥妥的准旗舰水准 并且呢 还支持3GB的虚拟内存 即便多任务呢 运行也是毫无压力的 综合来讲 这款手机 是当下行业内 非常少见的一款 所搭载LCD屏幕的准旗舰产品 至于续航方面呢 摩托罗拉HS30 内置了5000mAh的大动量电池 并且呢 在33瓦快充的加持下呢 只需要半小时 可以充电至60%左右 而一个小时左右呢 就可以将这款手机充满 在续航方面 也是无需担心的 好了 关于这款 摩托罗拉HS30的 开箱上楼体验视频呢 就先到这了 至于详细的图文评测 请关注优科技网站 再见 再见